好了,今集我们讲一下Tesla这个恐怖的黑科技 是可以令到全世界有十亿人以上失业 令到这个世界可能颠覆全世界 令到社会不稳,可能会带来动乱的黑科技是什么呢? 记住订阅,再看下去 这个黑科技是什么呢?就是全自动驾驶 说了很多年了,说了很多年都没有啊 为何我发现这件事呢,就是原子我在订cybertruck的时候 这个是cybertruck的订购界面,它一样叫做 全自动驾驶 英文就叫做full self driving 就不同了之前的叫autopilot autopilot的意思呢,就只不过是 好像飞机那样飞到上天空,它自己可以平稳地走 就不是完全100%的 这个full,讲得叫full,即是100%完整整 是完全不用人去搞它的 那我就再看多点Tesla的youtube片啦 发现了原来那条片呢,它已经完全做到的了 就是有一个司机坐在model 3那里啦 它就左右手都是摆大腿的,有一个timelapse的影片 就拍着差不多成,我想完整时间是20多分钟的 它就缩短到分钟啦,大家去看一下 那就是完全在停车场,转进去普通的路 然后转上高速公路,cut线,再下高速公路 再转去第二条高速公路,再cut线,再下来 去到另一个停车场呢,20多分钟是完全不用人碰的 是那些junction,即是怎样stop呀 怎样cut线呀,怎样打灯呀,怎样扭太转 全部做到的,是非常恐怖的 它是跟着的GPS,你只是讲个地址给它呢 它就会跟着车的GPS,自己搞定了 不是纯粹跟着连车走啦 现在有些普通的就是,在高速公路跟着前面的车 跟着连车走,那就叫自动啦 那它那个全自动呢,是根本没需要人的存在车里面 是由A点到B点,完全不需要人的 那真是叫full self driving,就是完全完整整整100%自动 我再看了另一条片呢,就是Elon Musk 有个三个钟的lecture,就是找了一班 他自己的工程师,再找了一班外面的工程师 不知是什么人呢,就完整的讲解了这个 怎样去develop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 它很technical的那些呢,我们一会儿再讲 如果你有兴趣呢,我一会儿再讲 但先讲一个重点,它重点呢,就是下年就可以推出啦 它现在只是卖4万6500元而已 那就是,它那个system啦,所有的sensor 在16年尾开始做的车呢,已经有了所有这些 镜头、sensor、system呀,够一点的就要换了个CPU啦 即是换了个电脑啦,新的那些就完全不用换的啦 那其实已经develop完成了啦,那个东西了 但未批它拿出来用而已 那它最大的宏远呢,就在Elon Musk的twitter那里有讲出来的 它说呢,Cyber Truck就是我们刚刚最新的product啦 但是呢,Unexpected technology announcement next year 这个就是Unexpected啦,其实它呢,没有公开这样发布 但其实在我刚才那条片里已经讲了啦 那就是,它想做什么呢? 它呢,就是想做一个robot test 即是一个全自动驾驶的全国国家的系统 那就是,不是一个人有个Tesla的呢 都可以加入这个robotess的系统里面 你不驾车的人呢,车就会自己驾自己 周围接单载人,即是跟现在Uber一样 但最大问题呢,就是有个C机在里面 即是那个C机就是最大的成本啦 那如果那个C机可以拿走这个时候呢 任何的车都可以拿去载人,是无本生理的 即是你放车在那里呢,就已经可以赚钱的啦 那它自己呢,就对这件事呢,非常乐观 它呢,就估计了所有,现在是on lease 即是它们租出去的车 如果你不租的话呢,它们是会拿回来的 那拿回来呢,就是做这个的士的生意啦 那它们,因为Tesla呢,有很多车都放出街啦 现在是吧,那它们的数据是非常真实 这些就真正的big data,就是这些真正的big data 它说一架车呢,平均一个礼拜呢 只是用到10-16个小时而已 即是你上班、下班和你礼拜天出街啦,是吧 那但是呢,它们做了其他数据的分析呢 那其实,如果你可以放下车出街自己用呢 其实一个月的utilization呢,可以去到60个小时的 即是它可以用60个小时,是有5倍的提升的 即是你辆车呢,其实一辆车,你拿去做Uber那样计呢 其实是可以service到60个小时的,一个礼拜 即是等于你上六日工那样,你上班就上9个小时而已 因为一个礼拜做了60个小时,9、6、54即是翻足7天 那就翻足60个小时工啦 那车呢,才是真正是最大的效用 因为可能晚上你睡觉就没人用车啦,即是没有啦 9、6、54,是啦,9、7、63很合理啦,即是7天都用得啦 这辆车,它expect呢,就是如果有这些自动的士的时候呢 路上的车呢,就会少了很多 路上的车是没分别的,停车场里面的车少了很多 因为你的车你不需要停车场啦,你放在路周围走呢 它就可以自己去接单做生意啦 也都是呢,原来呢,我们不需要租停车场就可以拥有车啦 因为我回了家,我就放车出去自己游啦 自己去充电,自己去载人,没东西做自己放在一边 那不会被人抄牌,自己周围走啦,是不是 那日头呢,我回了工呢,那车呢,可以自己走出去接人啦 也都不需要拍低车啦,即是两边都不需要车 那我第一样认识呢,就是扑街啦,那停车场呢,车位 记住,立即卖光它啦,香港的车位 如果香港有自动车的时候呢,车位是完全零价值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车位,车在路上,为何要车呢 那全香港车的数量呢,也会大量减少 因为基本上我不需要拥有车啦 其实现在都不需要拥有车啦,因为我只要call Uber 那我就可以坐车啦,非常方便 第二样,的士牌,的士牌都会即时死亡啦 如果政府批的话,不过香港政府应该没批啦 美国政府会批,那美国政府批完,英国政府会批 欧盟又批呢,那香港其实都会批的啦 那呢,因为如果人家在用着全世界 你不用就太落后啦,是不是? 那就是完完整整是不需要人的 那,第三样,私家车不需要人 Tesla的目标呢,就是把所有的Model 3都会转了做这些 它会自己拥有一批Model 3,去做这些world world taxi 它说如果那个地区是不够车的呢 Tesla会自己放一堆车下去 就令到全世界都有这些Model 3周围走呢 是可以做的士的 That's why,去回我们上一条片讲讲 为何它的cybertruck,那个载盘是这么小的 司机位呢,除了载盘之外,是什么Q都没有的 没有指挥灯,没有司机很多按键啦 没有那个水泊啦,没有side mirror,即是没有側镜啦 因为车会自己走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完全都是不需要的 是可以拿走了,是没需要这些东西的 那最重点呢,就是全世界的司机都会失业 那就大件事啦,是吧,私家车做到 Tesla出了一个cybertruck也做到 跟着它出了一个sema,就是货车来的 长途货贵车都是不需要司机的 以后所谓的的士小巴巴士都是不需要司机的 全世界是不会再有司机这个职业存在 因为司机是全自动了啦 那如果until某一个点呢,是全部车都是全自动 你记不记得我年多前,我那条5G的片 还有萧生的片都讲过,如果全部车都是自动车 其实现在的道路的使用量率,是可以提升 五倍至十倍以上,因为现在你是讲要两秒距离嘛 那如果全部都是全自动车呢,它们可以一架贴一架 像火车一架贴一架走,它们是所有的车会互相沟通 而不需要有那个空间距离,去给每一个司机做反应动作 可以一起dub brake,一起走,一起dub brake 所有的回旋柱也不需要啦,所有红绿灯也不需要 因为它们自己会计算好速度呢,在那个位置穿过啦 那所有道路的空间呢,是会突然间你这条路呢 可以容纳多五倍的车,所以呢火车也是会不需要的啦 那Elon Musk还计算了条数呢,它说一部这些车呢 它们Model 3和Cybertruck呢,它们是计算可以走一百万个英里的 即是车呢,是不需要大量的维修呢,都可以走到一百万个英里的 因为它跟engine那些有不同喔,engine的车呢 是有很多parts要去维修 你的engine很多东西要转啦,有波箱啦,有迫力啦 跟着很多传动啦,要加机油啦 Tesla呢,只有四个马达和四个车的而已 还有一部电,跟着就是电脑系统,电脑系统是不会坏的啦 电呢,它们说一部电出厂到死亡呢,它们是可以走一百万公里以上的 它下年开始新的production,即是新设计啦 人家又改了很多东西啦,我们不知而已,只不过是 那整部车呢,可以走一百万个英里的 即使有坏都会自己走回去维修啦,不需要我们开去维修的 不用拖去维修的,那它计过呢,一部这些model 3呢 是可以走十年以上的,那很正常的普通车是走十年以上啦,是不是? 它在美国呢,就是平均去走一公里一英里的 所有的cost,连买的车,连连所有的洗费呢,就是六毫二指美金 即是六八四,即是四个多美金啦 但如果Tesla呢,它们只需要0.18个美金而已 Average Cost of Robot Taxi 那它计这条数呢,就assume呢,它走每一个英里呢 就赚到六毫半,那每年呢走九万个英里 那平均一年呢,一架车呢就赚到三万元美金一年 即是一架车呢,model 3卖四万元啦,一年呢就已经回本啦差不多 那一架model 3可以走十一年,那是为了解这条数呢 就是,哇,这个生意实在太好赚,买一架车回来呢 第一年就pay off自己,另外那十年呢,是纯赚钱 所以它呢就很豪言壮语那样呢,就是将所有车买回来 还有,你没有呢,它自己扔下去,那第四个insight呢 就是呢,我们要立即掃一掃tesla那些股份 都找不到另一家公司呢,是那麽高瞻远竹是吧 虽然四年前呢,到现在呢,tesla的股票呢 都是没升没跌过的,那因为我们经常怕它倒闭啦 初头出model s,然后搞不定,出model x又搞不定 出model 3又搞不定,但现在呢,so far好像全部都搞定了 那伊朗马斯呢,他都说了,我们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那现在他每个礼拜已经可以生产超过5000架 model 3,跟着model s,model x就搞不定了,货车就搞不定了 他说下一个目标呢,就是一个礼拜可以生产一万的车 再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这个机械人的士啦,全自动的士 那所以这个是非常之近的事就会发生 是大家都没想过,原来下年,原来已经有 下年就可以拿出来玩,即是说得呢,其实呢 后面已经做着事啦,我估计,即是后面已经申请着牌了 他这个叫做level 5的autonomy的自动车 这个是美国政府的俗语,就是level 5 就是全自动,不需要人,autonomy就是无人啦,无人 那其实呢,除了汽车之外呢,很多东西都是做这些东西的 飞机呀,都是做着全自动驾驶搞的啦 那有另一条新闻呢,就叫Airbus的 Airbus就说,在一年内,他们会deploy 开全部货机,只需要一个机师 那个机师呢,纯粹是后备的啦 因为现在,开飞机器有两个人的嘛,对不对 其实一个人都开到的嘛,另一个人呢,纯粹是后备的啦 即是incase有些什么事,这个人旁边死了,暈了呢 那就有一条人嘛,他们已经develop了一个 这个全自动的驾驶系统,就做primary 那这个机师呢,人呢,就是做后备系统的啦 那until某一个point后备到,不需要后备的时候呢 那就连这个人都可以脱走了啦 其实Tesla那个片里面讲呢,他们都是做这一回事的 他们的电脑呢,是一个两套独立,完全无关事的系统 独立生存,他们两套自己互相calculate完呢 大家会兑功课,兑完功课对呢,才会拿出来 真的开车走的,那这个就是dual safety system 那现在Airbus呢,就是人家机器啦 那其实现在走的那些Tesla呢,都是人家机器啦 其实他自己会走的,还有一个人要拿着个态盘呢 就确保死了,不关我事 或者有bugs的时候呢,那人可以自己控制回 所有人,你只要出门的人呢,call一下车 就会点对点送到你去独独的地 你也都不需要银啦,你上去可以看书,打机,睡觉,做什么都行 是不是颠覆世界的科技呀 这个颠覆世界的科技最恐怖呢,就不是吹,只有讲字喔 是下年就有,这下才是最恐怖的嘛 而最恐怖呢,就是Tesla,他有个三个钟的讲解 这件事是怎样做的,他怎样做呢 我看了三个钟的片,因为他们已经出了很多的这些车啦 他又有大量的big data的数据可以拿回来 那就是大数据,他就讲怎样去发展一个AI系统 那这个呢,是非常长的故事来的,非常technical 那我尝试简单点讲啦,那是何时讲呢,下集讲啦 因为呢,是太复杂的东西,是不能一集以内讲太多东西 那下集呢,我们讲下,什么叫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什么叫做deep learning,什么叫做neural network 神经系统,怎样用一个神经系统去模拟人类 电脑怎样模拟人类的想法啦 跟着就是怎样可以纯粹用一个眼睛的vision 就是用普通镜头拍到的东西呢 就可以造成一个完整的自动车系统 其实他这条影片讲了呢,他不想用laser的 因为呢,他说,啦,你们哥哥来,今天开会 都是用你的眼睛开车过来的,是不是 你是不需要放射laser出来才会到达目的地的嘛 所以呢,他们用这个想法呢,就制造了一套 只是需要用镜头的系统呢,就可以开一架车 由起点去到目的地,是完全不需要其他什么laser的东西的 只是用普通镜头做到的啦,那我们下一集再讲